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家 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像鸟一样 像一片云一样的高度 去认真地去观察台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一个角度跟高度 你才可以真正去理解台湾 理解它的美丽跟爱丑 看见台湾 齐柏林就是用那样的高度 带我们去看台湾 去理解台湾 甚至去爱台湾 看见台湾的美丽跟爱丑 不应该就把你找到彼岸 和爱丑 不应该就 прид拍台湾